大家好,这里是小包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法国著名的哲学家 迪卡尔的哲学思想 前面的视频我们介绍了 《迪卡尔方法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我们今天开始介绍 迪卡尔的另外一本经典著作 那就是《第一哲学城市集》 在古希腊语中,哲学就是爱智慧 而哲学家就是一群热爱智慧和追求真理的人 我们都知道哲学是对人类最基本 最普遍问题研究的一门学问 是研究知识中的知识 比如宇宙的本源,人性的善恶 以及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等等 那如果我们所追求的真理 最基本的这些命题出现了错误 那我们应该如何发现并且清理它们呢 那这本《第一哲学城市录》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比如世界是有什么构成的 人的心灵的本质是什么 物质的本质是什么 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 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都需要重新审视 并一一证明它们的正确性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人类心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阿基米德曾经说 给我一个支点 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 但这句话前提需要有一个 稳定和可靠的支点 迪卡尔认为 在哲学上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可靠的 稳定的和确定的支点的话 那我们将可以推导出很多伟大的东西 但一旦这个支点或者基础错了 那我们所推导的结论或者获得了知识 也就是错误的 所以要寻找这个可靠稳定的支点 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何才能找到这个 既可靠又正确而且稳定的支点呢 迪卡尔讲述了一个著名的烂苹果的故事 他说 如果你有一框满满的苹果 但是担心里面有一些苹果是烂掉的 而且你怕这些烂苹果会影响其他的好苹果 因此你想找出这框苹果中烂掉的苹果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这些苹果全部倒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去确认哪一个是好的 然后放回到篮子里面 同样的如果我们怀疑我们的思想中有一些错误的思想或者信念的时候 那为了防止这些错误污染其他正确的真理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这些所有的信念全部否定掉 然后一个一个去重新审视他们的正确性 这就是著名的烂苹果的隐喻 为了避免我们所有的知识观念和思想基于一个错误的支点 首先我们需要否定一切 清空一切思想和观念 我们需要怀疑所有的物质都是不存在的 我们的眼耳鼻舌声 我们所有的感官都是虚幻的 就像我们在梦里确实看到了一些人和物 但实际上它们并不存在一样 我们也要怀疑所有的知识观念 思想和记忆都是错误的 甚至都是不存在的 总之我们要质疑一切的存在 但当我们质疑一切否认一切的时候 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那就是我们正在思考或者正在否认这个主体 因为你不能认为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正在思考正在否认 这些思维活动需要一个主体来承担 所以这个在思维的东西就是确定存在的 因此也就有了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 那迪卡尔更进一步说 这个正在思考的我是什么呢 这个在思考的我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吗 当然不是 因为我们还可以追问它是什么动物 或者什么又是理性呢 那这样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细节性的问题当中 而实际上当我们思考我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层次的理解 那首先我们可能想到我们是有连耳鼻舌声等不同的肢体 或者器官组成的 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身体 我们能确定这些身体是真的存在的吗 其实是不能的 因为我们在梦里的时候 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和感觉到身体的存在 甚至感觉到光和热 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并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并不能确认我们的身体是作为一种物质而存在的 其次我们可以用感官去感知 用大脑进行思维活动 而这些行为或者说能力的主体是什么呢 作者称之为心灵 那心灵又是什么呢 它有什么样的本质属性吗 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心灵的 我们暂且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种极其稀薄的精细的东西 就像风和火或者气味一样 它是虚无缥缈的 还不占任何的空间 那我们如何确定它的存在呢 笛卡尔说正是思想或者思维活动 让我们可以确定心灵是存在的 因为思维活动需要一个主体来承担 你不能认为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正在思考 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我们正在思维这个活动就可以证明 我们的心灵是可以存在的 而且这种存在比身体的存在更加稳定 可靠和真实 这种确定性的根源是我们的心灵是有思维能力的 而且笛卡尔进一步说 思维和我们的身体的结合 让我们产生了思维活动 用眼睛去观察世界 用耳朵去倾听世界 用所有知觉系统去感知外界 这就是说心灵的本质是思想 是思想让心灵得以存在 如果我们停止了一切思维活动 那么我就不再存在了 甚至严格意义上说 我只是一个思维的东西 而且笛卡尔对思维的东西进行了定义 一个思维的东西就是一个在怀疑 在领悟 在肯定 在否定 也在想象和感觉的东西 那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称之为心灵的东西 比物质更加可靠和稳定 笛卡尔还举了一个蜜蜡的例子 当蜜蜡从风房里面取出来的时候 它的颜色 形状 硬度和味道 甚至敲击的声音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感官系统感觉到 但是当这块蜜蜡放到火炉旁边 加热之后 它开始融化 变成液体 它的颜色 气味 形状 都变了 但是我们仍然清楚的知道 这块蜜蜡还是以前的块蜜蜡 显然我们不是通过观察和感觉 去认识这块蜜蜡的 而是通过心灵 通过理智去认识和判断的 而且这种认识 显然比感觉认识更加稳定和可靠 因为它不会随着物体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迪卡尔从普遍的怀疑 一步步小心谨慎地推调出了 心灵以及心灵的本质是思维的结论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下一期视频我们来继续看看 与心灵相对应的物质 它的本质又是什么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小波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